好,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要介绍的是说 以色尔如何合并同类项目 然后这个时候题目是 将一栏依照A栏的班级顺序 把同一个班级的人名全部合并到B栏中 那这要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写等于,用一幅刮胡 如果说一 B5到120,按F4把它锁起来 因为你要忘一下扣的,不用啥 然后等于A5的话 我就要传回F5到F14的内容 F5到F20的内容,右括号 那这时候他这个地方会帮你自动干嘛 清出来每一个人属于一般的有哪些人 他的姓名,不属于一般的就出现这个 那要特别注意到,那万家说你不想要出现那个Face 你就要后面要一个斗点 双括号,两个双括号 表示干嘛要空格代替 这样子,就变成没有什么,没有Face 然后再来,我们要把这些文字合并起来 然后中间用逗号来分割 那这时候我们就用到另外函数 TSTJOIN 然后呢,第一个参数是我们的分割符号 所以分割符号前后要双括号 因为你是文字的 然后逗点 第二个参数是问你要不要忽略空白储存格 预设值是要忽略的 所以我们就再按一个逗点 第三个是我们要合并的范围 合并的区域 就我们刚刚用语符算出来的这些资料 然后再一个右括号 ENTER 他就会把它合并进来了 照顺序把每个人,有没有属于一般的 全部合并进来 然后呢,我们只要忘一下扣符号 注意到一件事情 当你忘一下扣之前先记得 这个F5和F20还是要锁起来 你没所有要偏位了 资料会有偏差 这时候你看到二班的 三班的,他全部都把你抓出来了 也合并出来 也合并出来